我们今天下午的互动话题就是 放宽三条红线 内房能够起死回生吗 今天大家看到消息层面当中 传的最多的就是国企建议 放宽三条红线 那么内房是继续出现反弹 半日五大升幅蓝筹当中 内房就占了三只 恒大也是在死线前是环道息 股价半日也是升了半成 那么相关的消息对于房企的帮助 究竟是有多大 它是能起到这种起死回生效应的 这种灵药呢 还是仅仅是不让他们死 后续可能也只是苟延残喘的活着呢 今天所谈到的要调整 放宽三条红线 主要应该也是 希望最近有一些就是面临 最近比较紧张的一些房企 它希望就是出售旗下的一些资产 但是呢有一些央企国企可能就觉得 如果我要买你的这一些资产的话 可能也要承担一下 就是你们的这一些债务的问题 所以呢整体来讲 会把自己本身的一个债务就会提升 所以呢有建议就是说 希望可以就是放宽这个三条红线的一个限制 也允许就是这一些就是有能力的一个房企 去收购这一些受困的一个房企的一个资产的时候 可以避免就是突破这个三条红线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有机会真的可以就是走这个路线 因为如果你去收购的话 把这个债务也发到自身的一个身上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去有一些房企愿意去打救这一些受货的一个房企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有机会也可以 就是慢慢也整顿一下整个行业 也是把一些实力更足的一些房企 它的一个规模做得更大一些 当然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就是救命 还是一个就是长线的去把整个就是行业做得更好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的有机会调整的话 应该对于行业长线是利好的 而且呢受困的可以卖资产 有实力的可以就是并购 应该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是利好发展 所以股价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往上 但是我觉得肯定第一就是等消息 就是确认才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可以就会吸引到资金的一个追捕 第二除了就是有机会放矿这个三条红线之外 我们更要关注就是现在除了他们 因为达到这个红线而没办法去发债去融资 还有就是现在整个就是内方的一个市场 受到很多的一些政策打压 比方说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个贷款 也没办法就是在短期可以就是不断的一个批出 或者是自己银行的自己受限 所以也是延迟的一个情况出现而影响到销售 第二就是看总体的一个房价其实已经没办法像从前一样 就是可以每个月都有一个暴涨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整个行业是慢慢的一个趋向平稳 而如果真的未来有更多的一些放宽措施 比方说一些放宽一些限售啊 放宽一些限价等等的才有机会就是有更多的资金 去追捧内方这个行业 所以目前我自觉得最坏的情况其实应该已经过去 目前是更要留意的是政府 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扶持这个政策 以及就是放宽更多的一些调控 如果有的话对于内方来讲 应该是整个行业都可以就是慢慢的一个修复 所以未来我们有两大关注点 第一个关注点就是说还会不会有陆续的政策 松绑的政策是陆续有来在每一个不同的层面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 其实也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未来这些房企呢 会不会有一点像我们早前所说的 这个央企的供给侧改革一样 你看又是去库存去杠杆 然后会不会有一个兼并购的一个情况出现 如果说未来他们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演变 或者是分化的话 现阶段哪一些股份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呢 现阶段的话当然就是如果可以就是做出并购 我觉得率先的话 当然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受困的一个房地产 比方说恒大 荒延年 这些比较就是已经财政状况已经非常差的 有机会可以就是透过出售资产 而就是得到更多的一些资金流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 如果真的有机会实现这个方法三条无限 而能够进行并购的话 我觉得实力充足的比方说就是一些央企国企的 比方说这个中海外啊 这个华人之地啊 他们应该更受惠 因为他们可以借着这个情况下 去进行更多的一些扩大规模的一个 扩充它的一个版图的情况 对于未来肯定是有利益的 而且呢 整体的一个市况的一个市占率可以提升 如果他们本来比方说是一个中海外 它资金的一个实力非常的强 货家比率一直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它有更多的一些实力可以就是扩充 我自己觉得反而就看好 就是一些比较强大背景的这一些房企 首先央企背景强大背景 然后它的一个现金流比较充足 首先你要兼并购的话 你要有这个钱 能够去兼并其他的一些公司 另外呢 就是说可能在一线城市的布局的一些房企 在未来呢 大家可以重点去多关注一点了 但是有一点呢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和留意 刚刚凤柱有提到嘛 其实对于这一轮的一个限控方面 也是有个人贷款的一个限制 我们关注到中正报这方面 今天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10月房地产开发贷款 投放是大幅增加 11月增长态势也会继续延续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也是释放了一些利好的一个层面 给到这些房企 但是此时放宽 到底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呢 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经济数据 出来之后 通胀升温非常严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给这个房企去放水呢 因为你看一方面 其实呢 这个通胀压力很大 一方面如果再给他们放水的话 后续对于经济的一个忧虑 又该如何来看待呢 对就但目前其实这个通胀的一个压力 主要因为就是整体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价格 以及就是本来就可能在上个月的一些蔬菜价格 不断的一个升温 所以呢 也导致整体的一个通胀去往上 但是原材料的这个价格 以及就是一些材料新的这一些价格 现在内地已经想尽办法去控制 而且呢 也已经就是打压部分的一些价格 有一些就是中间的一个红台的一个价格 往上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在原材料啊 上游的一些工业的一个情况的 这个压力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慢慢消除 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 对于房地产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放水行为的话 我觉得这个短期应该还是不会出现 现在可能是比较正对性的 因为前9个月 大多是年初的时候 实施这个三条红线 然后呢 也是一些银行 要控制他们在房地产贷款的占比 所以呢 整个行业除了资金链的一个问题之外 就借钱可能没之前那么容易 第二就是今年就销售也是放款了 所以呢 他们资金回笼的一个速度也减慢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有机会去 对于内方放水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 在未来剩下的这一个一两个月 来支持一下就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发展 因为之前立即的这个就是甘需 应该还没有慢慢的释放 所以呢 如果能够就是把整个行业 就是慢慢有一点扶持的一个迹象的话 当他们的一个消息可以好转 我自己觉得就是可以对于房地产来讲 才可以就是从现在这个弱势 慢慢的一个恢复一个真的 荡性供需的一个关系 我觉得并不是会把这个风筝去推高 因为肯定这个房价没办法就像以往那样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弧度值上升 反而就是现在希望就是可以从量方面 可以就有一个提升 然后呢 让大家就对于整体的一个房地产行业 会恢复信息 然后也没有那么 之前那么对于这个行业 会不会造成一些系统性的风险 可以这个忧虑可以消除 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应该就不会大量的一个 去支持这一个内房 所以现在虽然说也是陷入到了 两难的一个格局 但是呢也会选择性的在不同的阶段 进行一些适当的操作 大水漫灌我们就不要去想了 但是呢在局部范围当中 给出一些放水的信号 可能还是会出现的 另外我们重点来说一下 一支股份融创中国 我们看到今天涨超4% 成交超过了14亿港元 那这支股份近两个交易日 累积涨幅就已经近14%了 市场比较关注它 资金都流向它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因为 他也就是讲到上周五 其实已经有一个 对贝莱德有增持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增持的这一个 持股量已经超过5%了 而且平均价值13块9 有机会就反映一些外资 其实也对于这个内房的板块 没有我们想象中看的那么差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比方说这些评级机构 每天都对个别的一些企业 调低它的一个信贷评级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大行 可能就觉得这个 房地产的行业 一直都会疲弱下去 但是现在如果反映到 有一些外资的一个基金 去入市去增持的话 也反映就整个行业 可能有机会已经见底 或者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呢融刹中国有好消息 就是有增持的一个动作 就拉动这一个国家去往上 所以我觉得未来都要看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重点 有没有发生 如果有的话 应该整个行业 还可以延续一波行情 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去关注一下了 另外想跟您再聊一下 本港当中的领展 我们看到上半财年 每单位分派是增12.7% 昨天的股价方面 也是突破了70元 今天继续上涨 因为看到又有消息是说 领展58亿要收购 两项香港汽车服务中心的物业 您会怎么来看待 领展最近动作频繁 我们看到一周就有两度的收购 究竟预示了什么 除了这个有钱之外 是否也是给大家一个信号 就是到了一个 可以对一些资产抄底的一个时机呢 一些首持现金的企业 现在会否在后续一个阶段 陆续开始布局了呢 我觉得应该开始布局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 疫情的一个影响 可能最坏的一个情况 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领展 就经过这一年的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呢 慢慢的一个又重新 去投一些 除了前期的一个 澳洲的一个 就是投资之外 现在呢 也在本港 就是扩大它的 未来的这个业务的一个赌核 应该也是 因为这一次这个收购价也是有折让的 所以呢 也相信应该他们会觉得 也差不多 整体的一个市场慢慢会稳定下来 所以呢 在这个维生之下 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去进行一些并购 然后呢 对于未来的一个可以分派的一个收益 应该还是会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刺激 当然就是除了它 这次公布的一个业务相对比较理想之外 我们看到它最近不断的一个进行并购 也是为未来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署 而且呢 它现在的一个组合也是非常的多元化 除了本港 它平常的这一些零售的一个业务 现在连这个停车场啊等等的都架大这个部分 然后呢 也看到它不断的在内地去升级它的一个业务组合 也是投资到这个澳洲 所以呢 我相信未来对于领展的一个发展呢 肯定是有利的 所以也看到这个股价一直就是慢慢的一个往上升 我觉得就这几天呢 也是突破了很多的一个移动平均线 所以呢 股价后市应该还可以就是看高一些 领展这方面我们还是给予部分的一个期待的